最后我们对本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本章主要是讲了Node.js的介绍 当然这个介绍可能内容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们不光讲了Node.js的下载和安装 有两种方式 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有普通方式直接下载安装 还有一个是NVM的方式 就是分为多个版本的下载和安装 就是看你工作中是不是需要 多个版本之间的切换 当然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学一下这个NVM的方式 毕竟比较常用 然后就是Node.js和前端.js的区别 这一点我们在讲的时候 讲了这个ES和GS的关系 以及ES和Node.js的关系 然后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就是ES 它只是一个语法的一个规范 然后GS是用了ES的语法 然后加了自己的API 然后Node.js也是用了ES的语法 然后加了自己的API 好最后我们还演示了这个Common.js和Debugger 就是Common.js的模块管理的一个规范 还有Debugger 就是怎么去通过VSCode来调试Node.js的程序 这两个都是直接演示来讲的 最后我们花了很多的内容 去讲解这个四二段开发和前端开发的区别 重点在于切换思路 就是我们讲的那五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自己把思路切换过来 以及在使用Node.js做所有的开发的时候 都需要注意那几点 比如说服务稳定性 内存CPU 以及什么日志记录 安全 还有那个什么 一些集群和服务拆分的这些思想理念 这些都是前端开发所没有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说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给大家去唠叨这些事情 唠叨不是目的 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印象 去把这个思路真正的切换过来 所以说当你听我唠叨烦了 这个都没有关系 重点的是你能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讲解 来把这个思路给切换过来 这是我的一个目的 好 那我们本章就结束了 然后下一章开始呢 我们就讲解这个项目的介绍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要做一个博客系统吧 这个博客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先把目标需求 以及这个实现需求的技术方案 先去说一下 就是把这个项目来介绍一下 然后介绍完之后我们再去开发 OK 那本章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